游客主动跳到动物身上受伤应该算谁的责任 大熊猫竟然是屎肉动物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六个动物杀人的事件 北极熊 1994年 一个名叫凯瑟琳的澳大利亚女子 因为想要与北极熊近距离接触 就翻过了阿拉斯加动物园的北极熊展览区的路障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一进去就被北极熊袭击了 北极熊咬住了凯瑟琳 旁边的游客都用棍子扔北极熊 希望北极熊可以放开这个女子 后来凯瑟琳被成功救出 虽然腿部骨折了 还有多出咬伤 但是多加休养就会恢复身体健康 这件事情发生后人们都在讨论 是否应该责怪这个女人 违反了规则进入北极熊的斩居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女子 应该对自己的受伤承担责任 老虎 2016年7月23日 北京八大林野生动物园内 两名自驾游女子在猛兽区下车后 被老虎袭击造成一死一伤 当时坐在副驾驶的赵女士下车 打开了主驾驶座位的车门 就在这时被一只老虎叼走了 后来车上同行的该女子的母亲 和司机下车前去救援赵女士 后来动物园的巡逻车赶来 进行了救援行动 最后赵女士的母亲被老虎咬死 赵女士和司机都被咬伤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在这种野生动物园 一定不要中途下车 要牢记动物园工作人员 说明的注意事项 大熊猫 2009年 北京动物园中的大熊猫鼓鼓 袭击了一名进入他笼子的男游客 据该男子说 他只是想要翻过护栏 捡起孩子不小心 掉到熊猫运动场内的玩具 但是当他捡起玩具的那一刻 受惊的大熊猫鼓鼓就咬住了他的腿 随后饲养员赶到救出了这名男子 其实这已经不是大熊猫鼓鼓第一次咬人了 2006年 一名男游客久后跳入熊猫运动场内 受惊了的鼓鼓咬张了他的右小腿 自此之后 动物园就在熊猫运动场旁边 设立了禁止跳入的警示牌提示游客 但是还是有人不听劝告 要跳入熊猫的领地内 虽然大熊猫看起来十分可爱 整日与竹子为伴 但是他却是食肉木动物 属于熊科 所以千万不要被他单萌的外表给骗了 犀牛 2018年 澳大利亚南部动物园中的犀牛饲养员凯伊 在给犀牛喂食的时候被犀牛攻击了 犀牛的脚刺穿了凯伊的手臂 动物园将凯伊用飞机送到堪培拉医院接受治疗 凯伊说自己的伤并无大碍 五年后 另一名饲养员在给犀牛喂食的时候 被犀牛咬断了拇指 也许这家动物园应该改变喂养犀牛的方式 不要让饲养员离犀牛太近了 河马 1996年 理查德在英国惠特利动物园担任管理员 一天他给河马哈利清洁笼子后 把哈利带进笼子里 突然门发生故障自动关闭了 这时正好夹住了哈利的尾巴 哈利十分生气攻击了理查德 还好理查德的同事及时赶到 把哈利赶走了 而且哈利不久前刚拔了牙 所以并没有把理查德咬死 不过理查德的肝脏 肋骨和锁骨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但是没被哈利咬死就算是万幸了 熊 在日本曾经流行一种游戏 人们要被关在一个塑料盒子里 和熊近距离接触 当一个女人被装在塑料盒子中 被扔给熊的时候 这个女人一直在尖叫 我们都知道熊十分凶猛 所以这种游戏非常容易出现熊咬死人的情况 也不知道他们玩这个游戏是为了什么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关护感吧